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施术者身上死于非命 但是为了江山设计 他愿意为陛下冒险 在所不辞 在施术之前 他故作玄虚 让皇宫上下以及满朝文武摘戒三天 清化心灵 这一操作也是在故意提醒颜世藩 他蓝真人即将要与颜家为敌 他泄露给圣上的龙脉所在地 颜家不可能一点怀疑之心都没有 蓝清旋作法那一天 乌云密布 阴风阵阵 给人一种不祥之预感 待他念了一番祷告之词后 天空中突然间响了一个大雷 吓得在场的众人君是一击灵 然而蓝清旋却丝毫不为所动 继续神神叨叨得道 天怒尽管来寻我 为了江山设计 还警告知在下 逆贼当道 到底是何方妖怪 突然间 腾空二将一个字条 蓝清旋不紧不慢地将他拾起 欣喜地向圣上的方向走去 陛下 微臣已经寻得结果 还未等蓝清旋说完 只见远方一支箭飞速地射向了他 他踉跄两步 倒在地上 鲜血顺着他的口角流了出来 他手中紧紧地握着纸条 虚弱 得道 陛下 为了江山设计 微臣死得其 锁 皇上见状 一惊吓不已 难道这就是蓝仙人所说的反事吗 他大怒道 来人 快快彻查此事 陆毅立刻来到了蓝清旋的身边 叹了叹他的鼻息 无奈地摇了摇头 回禀陛下 蓝真人已经先逝了 给朕好好查 他到底为何而亡 貌似是中毒而亡 陆毅跪在了皇上面前 接下了这道圣旨 中毒 怎么会中毒 剑上有毒 怎么会这样 莫非这便是蓝真人所说的反事吗 皇上心中略有些疑惑 回陛下的话 微臣认为是人为 蓝真人所中的剑 所用材质是最新的新铁 若微臣猜测得没有错 此次事件和微臣所查的 私运新铁事件有关 人为 你私运新铁事件 可查出幕后主使了吗 虽然阎大人和罗大人已经招供 说是此事是二人所为 但是微臣总觉得有蹊跷 他们还没有那样通天的本事 给朕查 仔仔细细地查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的幕后主使人是谁 微臣遵命 陆爱卿 你把蓝真人手中的信息拿给朕 路易将纸条从蓝青玄的手中夺出 递到了圣上面前 圣上看着纸条上写着的言字 脸色铁青 面色沉重 没有多言什么 只是对路易再一次严厉 得道 陆千事 此事全权由你来办 务必找出害死蓝真人的凶手 遵命 虽然圣上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路易看得出来 他已经有些怀疑严家了 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得到圣上的旨意 路易开始名正言顺地调查此事 他派人处理了蓝青玄的尸体 希望这招金蝉脱鞘能够顺利 在路易忙碌的时候 金夏衣没有闲着 他同京城的夫人们聚会 得知严大人最在乎的人 是他的妹妹 从他们口中得知 当年严大人为了自己的妹妹 修起了与自己结发多年之人 只为了将被夫家修掉的妹妹 接回家中 与此同时 路采查到罗大人府中 现在住着的人 并非是他真是的妻儿 只是他豢养的妾室而已 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 什么都不怕 他让自己的江湖朋友帮忙打探 得知罗大人 真正妻儿早在数年前 便被他安置到京城的郊外 路易派人请来了严大人的妹妹 和罗大人的妻儿 有了软肋 他们便再也不是难啃的骨头 虽然说罪不知妻儿 但是 你享受了多大的荣华富贵 便要承担多大的危险 路易这面正在如火如荼的忙碌着 严实藩那边 亦没有闲着 他在杭州的人来报 东厂人的行踪被他知晓 他立刻派人去截杀东厂之人 以免证据被带回京城 蓝清玄的死 让严实藩迷惑 这个人 虽然他早就看他不顺眼 起了杀心 但是 这一次 并不是他派人去杀的 那么到底是谁杀的他呢 不管是谁杀的他 严实藩意识到 此人目的不纯 并且此事定是针对他的 他不知道 蓝清玄最后 算出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他感觉到 最近几日貌似圣上 并不是很待见严家 以往 朝堂之事 向来都是严家做主 最近两次选拔官员 圣上亲自参与 并且严家推荐的人 都被圣上给驳回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严实藩愤恨地 看着陆家送来的贺礼 这是送给自己父亲的 他知道 此次事件定是陆家 在背后暗箱操作 最近 因为儿女情长 耽误了正事 这才给了陆家可趁之机 不过 接下来 他不会手软了 他来到了林玲的房间 看着他依旧是像 只发怒的小狮子一般 看着自己 还和我生气呢 他来到林玲身边 摸了摸她的头发 刚才的阴狠消失不见 谋色间温柔了许多 严是番 你到底要求尽 我到何时 林儿 说求尽 那可太伤我心了 我说过 你是阎府的女主人 在阎府 你可以随意走动 哼 你拿我徒儿的性命相逼 这与囚禁有什么区别 林儿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说过 我不会动他一根汗毛 并且 我还派人好吃好喝地 伺候着他 让他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 他一个最臣之女 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 那也是几生修来的福气 哼 说得好听 他为何成为最臣之女 难道你自己心中没有数吗 林儿 在你心目中 我便如此不堪吗 官场上的人 又有几个真的干净 当初下家全清朝野食 不也是如此吗 你没有资格提我们下家 给我滚 好好 你别生气 滚就滚 不过 我要向你借个东西 还未等林林答应 严世帆便从她的头上 取下了一只发簪 严世帆 你还我 乖 借我用一用 便会还你 说完 不顾林林的咒骂 便笑着离开了她的房间 陆毅 我们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不顾林林的咒骂